我們要看有沒有自律神經失調 因為我們這邊有交感 還有副交感 我的身分就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這二十年來 這個腦科學很發達 為自許是一個腦的醫生 因為腦是我們身體的總司令 現在人不可能沒有壓力 你反而要學習用聰明的方法 來提升自己的抗壓性 自律神經它當它失調的時候 它原來在穩定我們整個身體 從頭皮到腳底的功能就不穩定 有的人可能是頭敏感的 他就會抱怨頭暈 頭痛 頭壯 那有的人會腸胃到不適 會覺得身體不舒服卻查不住病因 這個地方 這叫做我們的理性 這裡面想的都是負面的東西 它就會傳達不好的訊息到這邊來 這邊拋出來的東西就是壓力荷爾蒙 不好的荷爾蒙 往下就傳到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自律神經 它就給你來個整個不對頭 第一個要少生氣 因為從腦科學研究顯示 生氣一次腦就會受傷一次 如果一個杯子 裡面有半杯水 你要訓練的是說 哎呀好棒喔 我還有半杯水 而不是一直常常提醒自己說 嘴巴先唸個三字經說 哎呀怎麼剩半杯水 誰喝掉我的半杯水 或誰倒掉我的半杯水 或誰倒掉我的半杯水 常常保持大笑 然後愉快的心的歡喜 做感覺的時候 你因為有適度的運動 你就會把它呵護好 我們下一個世紀 最大的疾病挑戰叫做失智症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應該懂得去保養 呵護好你的腦 它更重要的 你要平常 甚至要養成有訓練大腦的習慣 所以我們常常也會鼓勵我們的個案 適當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給人家 跟人家下棋啦 打牌啦 拼圖啦 閱讀 這些東西都是對身心保健 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對我來說 在這件事 你會不會再做 我會不會再做 我會不會再做 你會不會再做 我會不會再做